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伤口突然涌出密密麻麻的头发 而她的股脏六腑却全都消失不见了 警方开说 女孩可能遭遇了绑架 并被人贩子掏空了所有器官 检查完毕后 贾德将视频回到了停尸房 但她却惊奇地发现 头发早被剃光的女孩竟然长出了几缕发 更不可思议的是 女孩嘴里也有头发冒出来 拉出舌头一看 头发竟然长在舌头上 这时女孩流下了一滴眼泪 就好像在哭泣一般 可实在是太神奇了 越是无数的加疼也被惊到了 越是她便将尸体偷了出来 搬进了自己的海边别墅里 打开饲料袋时 她也再次震惊了 女孩的头发变得更长了 截至有一肉眼可见的作品 开始从不同的部位疯狂生长 肚子上的手术划痕 大腿上的尖刀祸口 脚背上愈合的伤疤 全都在疯狂往外冒头发 如此超自然的现象 简直匪夷所思 可变态的加疼非但不害怕 反而认为女孩美到了极点 然后还给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美发师 她将这些带着女孩怨念的头发剪下来 做成了一条条精致的剪发 然后又跑到理发店推销 接到头上果然非常好看 造型师立刻就买了下来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加疼的头发竟然悄悄不活了 而且还像蛇一样钻进了她耳朵 紧接着造型师突然就发狂了 她悄悄将剑刀放进顾客耳朵 然后狠狠就开了进去 顾客被吓得魂飞魄散 造型师却彻底失去了理解 托上去残忍地杀掉了客户 最后她自己也混刀子进来 原来女孩的头发有神奇的魔力 加疼对女孩的痴迷更加强烈了 将美发师像公主一样勇了起来 为了进一步验证头发的威力 她带着假发来到了另一家美发沙龙 然后还一样品试用为由 给她们美人都送了一根 其中一个理发师非常兴奋 透不及待地借到了自己头上 在她晚上睡觉时 魔法又开始了理沙行动